大家好,到夏季之后啊,可能有些花也会发现自己的蝴蝶蓝开花开的非常的少 只开零星几朵,就像我这一盆一样 那么为什么夏季蝴蝶蓝开花开的这么少,是什么原因呢? 夏季蝴蝶蓝之所以开花开的少是因为呢,现在温度过高 就蝴蝶蓝啊,在温度高的情况下呢,它会进行这个营养生长 就是会长新根,长新叶 那么它营养生长过旺就会抑制到生殖生长 生殖生长受到影响,开的花自然也就少 而且呢,开花的质量可能有的时候也不是非常的高 那么像这种情况,你觉得几朵花也能观赏 没有关系,我们可以直接观赏就可以了 如果你想要让蝴蝶蓝能够更好的进行营养生长 让它长叶,长根,那么这个花呢,我们可以不用留 可以直接把这个花杆从底部修剪下来 然后拿这个花杆去繁殖 也可以直接把顶部的这个花苞给它修剪掉 然后直接在植株上面的这个花杆进行繁殖 也可以 繁殖方法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了 除了进行修剪之外呢 我们因为现在是进行营养生长 所以呢,大家还要及时补肥来促进蝴蝶蓝生长 用肥呢,用一些南科专用的有精养液 以免喷湿或灌根都可以 但是浓度不要过高,以免产生肥害 好了,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